動作做完之後的話呢 或許你這個將來呢 如果說他沒有輸入帳號密碼的話 就沒辦法登錄 而且輸入錯誤的話也沒辦法登錄 不過有一些人會怎麼樣呢 有一些人會有新人士 他會知道說 你的網址是什麼 admin.php的話 那實際上你會發現 如果有新人 他會怎麼樣 乾脆我就直接知道說 你的這個網址是這一個 那我就乾脆這樣 直接在這邊輸入就好了 不就可以直接看到裡面的東西了嗎 當然後面這個還沒做完 所以底下沒東西 還是一樣可以跳進來 那問題怎麼樣 你要防範 就是說如果有新人 他沒有登錄帳號密碼的話 就一定不能看到這個頁面 那怎麼辦呢 以往我們必須在php裡面設計 會用一個叫section的物件去管理 就是說如果當登錄密碼之後 有登錄的話 section裡面就有詞 反之就沒有 不過寫程式稍微複雜一些些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不寫程式 又要能夠避免這個問題發生 就是他直接輸入網址 看到裡面東西的話 那在streamweaver裡面人家要做一件事 智慧行為裡面 他也非常貼心 幫你做了一個叫使用者驗證 他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限制存取頁面的選項 這個選項還蠻方便的 就是說如果他沒有登錄 而是直接輸入網址 也看不到我們那個管理的頁面 所以這邊的話特別注意就是 直接點這個 他會出現限制準則 有沒有使用者名稱跟密碼 你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說呢 你 他這邊有一個 如果拒絕的話 一樣連結到哪裡呢 連結到首頁 就是說如果 他這個地方 假如說他不是經歸 經過那個正規的做法 而登錄的話 那就幫他彈回去 到哪裡呢 index ok 好 這樣的話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剛剛點擊我來看一下 因為我這邊有兩個 一個是完成 一個還沒有完成 那這個地方剛剛是直接輸入的 輸入之後的話 會直接看到 可是如果我做了這個設定 並且把它存檔之後的話 存檔之後的話 理論上 這個地方應該直接輸入 假設在輸入的話 就看不到這個管理頁面 這邊的話呢 就會怎麼樣呢 幫我彈回到剛剛的那個 那個畫面 所以我剛剛的這個 假設我這個news 我登錄畫面 假設我今天從這邊登錄 然後 這要改一下 這個連結 那將來的話呢 就 如果他是用什麼 用這種方式 就是直接 直接在這邊打一個 ADMIMM 他因為知道 你剛剛有連結到這邊 那這個是我們的管理畫面 如果說呢 你做了剛剛的設定之後的話 理論上 你按enter 他會彈回哪裡呢 有沒有 彈回到那個 這邊是不是 那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我看一下 我剛剛是還沒登出 ADMIMM 假設說 這邊有個登出 我先把他登出一下 那再來一次 這個地方如果說我一樣輸入那個ADMIMM 理論上的話應該是不能看到那個畫面 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彈出 並且跳到哪裡 跳到Login畫面 所以這裡的話 我看把它改一下 我們這個地方 限制存取的頁面 乾脆讓他不要回到首頁 而是回到哪裡呢 回到那個Login的畫面 讓他確定 你一定要輸入帳號密碼 你才可以看到東西 那做了這個動作之後的話 等於加了一個保險 就是限制使用者 他不是 從正規的做法進來的話 就看不到東西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要把它存檔一下 OK 這個部分的話 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他如果進到ADMIMM這個地方 要讓他看到什麼呢 看到裡面的所有的資料 那看到裡面所有的資料的話 還特別注意就是 我們之前的做法 一樣就是要把所有的資料呢 通通都把它列出來 等到他登錄之後的話 我們的範例裡面呢 是沒有任何的東西 那這個地方 我這個是完成的 要怎麼樣讓資料可以列出來 然後呢 並且可以把 資料帶過來 這個部分的話 跟之前做法是一樣的 首先一樣要先做一個什麼 細節 那資料庫已經有了 不用再連結了 細節部分的話呢 一樣新增一個 這個資料集 那資料集名稱的話呢 一樣我們叫 Record RecordSet1好了 然後把什麼呢 把我們需要的資料 一樣 通通把它列出來 那這個做法跟那個 我們的Index這邊做法是一樣的 所以這裡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那差別是說呢 我們會需要新增 修改 刪除的功能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環底 各位 接下來就講一下就是說 如果使用者登錄了 一定要從 不能直接輸入了 所以這邊有做個限制 那另外就是說呢 如果他離開座位之前 記得要先什麼 登出嘛 登出管理者介面 那這個登出管理者介面 當然就是要先把 我剛剛講那個Section 把它刪除掉 不過要刪除Section 寫程式當然很麻煩 最好是什麼 可以點 點他一下 他就幫我登出 登出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就變成藍色的 表示他又退回到Index OK 那又在 如果他進去管理者 一定還在做登錄帳號密碼的動作 那所以這個功能怎麼做呢 其實在GinWeb裡面呢 他也非常的貼心 那首先當然我需要增加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呢 你可以自行設計 美工部分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範例檔 已經幫各位做好了 我們可以這個地方 放一個小說圖 然後呢 當按下這個說圖的時候呢 有登出的效果 那寫程式當然很麻煩 如果不寫程式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點他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在次不去行為裡面 可以加入一個什麼呢 加入一樣在使用者驗證裡面呢 什麼 登出使用者 你就把它按下去 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登出時機 用預設就可以了 就按下他的時候 第二個登出要前往哪一個頁面呢 瀏覽一下 回到哪裡呢 回到首頁 所以回到Index OK按確定 按確定一下的話 這個功能呢 就完成了 所以以前呢 要寫很多東西 現在可以 幾乎可以不用寫了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可以從次不去行為裡面 我們可以使用 這登入使用者 就是 帳號密碼 然後限制 再來就是登出 OK 主要這三個 其實就非常夠用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admin裡面呢 我們需要把所有的資料一樣列在底下 那列在底下的方法 跟前面其實類似的 那第一個 當然我剛剛講過 就是第一個資料期 Recorset 1 那把我們的news center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篩選器的話可以按照日期 然後呢 日期部分的話呢 可以按照排序 不是 跟著一下 這個地方應該5號 排序部分的話呢 根據日期好了 日期的話呢 我們用遞檢 就是說新的放在前面 舊的放下面 有沒有 那你可以先 再查資料 因為他會利用這個資料 幫我把資料查出來 按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一樣的方法 有沒有 我要把資料放在這裡的話 用什麼方式呢 還記得吧 這邊點兩下 這個好像上禮拜做過嘛 分類 就把什麼呢 news type拖拉過來放開 有沒有 那標題的話 一樣是subject 拖拉放開 然後這個時間的話呢 就是day 這個news day 拖拉放開 那狀態的話呢 就是這個news ok 拖拉放開 那做好之後的話呢 他會只顯示一筆嘛 所以要讓他重複區域 所以選他 做什麼呢 事物行為裡面的話 有一個什麼呢 重複區域 這個上禮拜有做過了 應該還有印象吧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呢 按確定就可以了 他會顯示死筆 那其他包含就是說呢 這個底下要總共幾筆 有沒有 哪一筆到哪一筆的話 剛剛有講過 資料裡面有沒有 你就按一下這個按鈕 這邊有一個 資料級的導覽狀態 按確定 ok 他就會幫我加 旁邊這個按 這個格子 表格裡面的話 再一次用那個 上一頁下一頁 就用這個 箭頭 然後我們用什麼 用文字的方式有沒有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出現了 那如果說你這個部分 做完之後的話呢 理論上 在我們的網頁裡面 一進來 他就自動幫我秀出這些 並且有這個 跟這一個 就會出現了 那其實以前要做這個動作 很麻煩 現在呢 就變簡單了 那待會的話呢 還需要做什麼 當我點它的時候 要能夠修改 這個是修改 修改的話 這個是 先登錄好了 這個是還沒登錄 因為紅色的話 再是管理者 然後登錄一樣 再登錄一次 按登錄 登錄要看到這些 那如果我要能夠 點它 修改 這邊可以修改 因為裡面的話 都可以修改 那另外還有什麼呢 新增 刪除 這三個功能呢 等一下 我們再逐步的來完成好了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 剛剛主要的重點 就是說 怎麼樣登錄到系統裡面 然後能夠讓它怎麼樣呢 能夠也登出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它不是循正規的方式 輸入網址 也不能夠登錄 不然的話 會造成你這個系統的 這個系統的 可能 這個 可能會被 有新人篡改的 這個問題發生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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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